好了来啊咱们看一下前一天的那个反馈 哎 好分数呢这个是真的太高了91啊 比例比例十分高出来这个12分 我这两位说了多啊 这个是真的大家确实是能傻了啊 学的还是真的挺不错是吧 所以说我哎我一会要验证一下了啊 我一会验证一下啊 好了来再看一下啊 能够了解mvm的试额级理念啊 然后我这是一个啊 能够掌握过滤器的使用 还有计算属性的使用 RF的使用 还有掌握全球自定指令 以及局部自定指令 还有真听器的使用 注意啊 这一个呢是需要你理解的 其他的方式都是你需要背的 对吧 现在呢我也就不说了 哎 我一会儿呢就提问 谁选A就问谁 哎 你不是都灰了吗 是不是啊 好了啊 来啊 这是这个呃 指使啊 这个这个指点啊 然后呢 这个呢 大部分都是说是就是不换老师啊 是不是的啊 这个反馈呢 和之前没有关系 我也就不再去给大家一天才读了 这个呢 没有什么了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没有太大的那个意义了 好了 然后呢 我就看一下大家的这个 关于知识点的一些反馈啊 还有这个啊 什么全选A不服就点我 不是你这个 你倒别匿名啊你 然后还有看一下这个 评论全选A不服就点他了 那个人是马尼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哎 嗯 关键现在马尼 就想知道他是谁 有一个 是不是啊 啊 好了啊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 后面还有啊 哎呀 那那那 那就那就那就不念 这个就不念了 这事就过去了 咱们有我们的啥的 还有还有什么啊 我看一下 别的好像 别的好像没有了 还有这个 什么 主人格喝洋汤 夫人格吃烧饼 我那么想是做中国的神仙学院 神仙学院你都知道 这个风格你可以 咱们以后可以合作 好多人都不知道神仙学院是什么 它是这个 很厉害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 一个比较传奇的一个学院 大家可以搜一下 这个如果你要真有这个 立志要做这个东西的话 咱们多年以后 是吧 可以合作 随时叫我是吧 没问题的 这个我随时可以辞职 去帮你做这件事情 是吧 真的 这个是我也很崇拜的 这个神仙学院 好了 这是大家的反馈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关于智脸的问题 大家呢 还有这个 咽着麻 谁设计的反应力 这个 这玩意儿你在这反馈 估计那些领导们也不看 我去那个意见反馈 对 你可以去那个小黑那反馈 这个就 其实这个 我们这玩意儿 把大家忍点 忍一忍 这东西 反馈了你也没有用 其实 能用就行了 你知道吧 能有就行了 好了 这个咱们就不再看了 这个知识点的问题呢 也没有不多 也不多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来看一下谁选的A 好 刚才呢 你们伴侣们来说 早上是不是要提问 我说是啊 那你先提问那个谁 结果跑了 那讲话 余生在吗 林友生在吗 不在是吧 我刚才看他跑了 一会儿回来再提问他 好 来 咱们再去看一下这个 不是这个这个这个提问一下 大家呢 这个反馈呢 你看这是谁啊 林友生 你看 看到没 人家就不选A 是不是 开玩笑 开玩笑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进入到这个提问环节 我就拿注册表来提问了 我也不看你选的啥了 提问的谁算谁 然后呢 还是一样的 回答不上来呢 那就站着 也别站着了 咱们就现场做佛生 10个啊 一个问题10个 好了 来 OK把这个呢 我们就关掉啊 视频呢 我也就先停了啊 这个因为提问的过程呢 录视频没有什么意义啊